一個月而已 那麼快我就不哭囉 哈哈哈哈 然後余果也是 很常參加我們唱作劇集來的節目 他的中文從一開始聽不太懂 然後現在很會很會講 然後對 開黃腔講髒話 因為他們族的髒話也會講 什麼族的髒話也會講 於是呢 告訴大家學習語言環境 環境真的非常重要 都在余果 欸 他沒有戴口罩喔 他口罩已經拿下來了 每次都要講 反正的余果就是 10月10號要委屈西班牙三個月 三個月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 嘿 這樣生氣也沒有關係 我們找不到人生方向沒有關係 我們就慢慢走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了解一些 西班牙的東西 可以大家聊聊天 待會再談下的時候好不好 好 然後這個就是 師馬里奧你看他的衣服 你看他的衣服 好像 我剛剛他上台的時候 我就說我 我上次看到那個人穿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我會講你 我會我的衣服 你偷他的喔 你等一下會唱嗎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 你說你多厲害 非常厲害 這樣 你要唱兩句嘛 就唱比余果大聲 有話 哈哈 好啦無聊 然後這余果是馬里奧 好嘞 Kangucha 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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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那 那 那 第一首 第一首 好像是不是習慣了嗎 好像是 好像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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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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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